就是華為的兩億台跑到哪裡去了 華為的兩億台就是跑到聯發科去了啊 華為有用 誰的晶片沒有啊 華為就是用 他自己的晶片 麒麟晶片 現在麒麟晶片沒了 那你要用誰的 用高通啊 用聯發科啊 那高通888過熱那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只好東東跑到聯發科啦 所以現在 外資已經估聯發科 今年可以到 EPS可以到40塊 那 他今年 26 26.01啦 那我看如果到這樣來看 他那一季要賺10塊 對不對 然後聯發科 也講說 估計今年全年他們要出 5億顆晶片 5G的晶片 5億顆晶片 然後他推出了 天璣1200 那大家想說 好厲害 現在推出了一個天璣1200是 6奈米的 可以打高通的7奈米 然後呢他又推出了 反攻美國計畫 就是 M80 我們大家都在講說 中國的5G是假5G 他是用低頻的6GHz 美國的 毫米波 才是真5G啊 只有高通有 全世界都沒有 結果 美國的電信商非常的生氣 他說 高通光 光三根天線的價錢就賣快50塊美金 然後我們看一下高通的財報 他賣那個5G的天線竟然可以賣到10億美金 第四季 公佈 光一季 天線就賣10億美金 所以現在 聯發科的 毫米波也出來了 所以 美國這些電信商都非常的開心 準備來採用聯發科的產品 那我們再看一下 蘋果的S4 人民幣在這一波其實升值也很大 台幣升值也很多 那我想 我們往下看 一個呢 央行未來的貨幣操作 跟未來的美元的走向 宋慶忠怎麼看 我想 去年一整年下來 特別是 在川普的要求之下 那個 我們其他國家的貨幣相對美元 其實升值很多 像這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相對來講 韓元或者是人民幣 升值不度都比我們還厲害 不過因為它 這個是一個人工定的 說我拿幾個指標 這指標當然可以爭議 但是我想 目前美國已經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說 它持續走 弱勢美元的政策的話 像在去年11月份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國家在做 貿易結算的時候 用什麼貨幣為主 其實 歐元比美元還要大 那就代表是說 美元的吸引力降低 如果說我今天投資 美國資產 你今天負債那麼多 要繼續發債 我要投資你 可是我既有這個匯損 又有這個利差損 那我們為什麼要投 所以這個為什麼 就是說前面幾個兩個財政部長 要求說 葉倫一上台 你要表明清楚 你不可以再繼續 弱勢美元政策 所以這個來講的話 大概理解一下 他不會刻意去追求 弱勢美元 但是對個別國家 是不是有涉及到 這個匯率的操縱 這個他要去個別認定 不過話要說回來 去年這幾個主要的這個 我們講經濟成長比較好的國家 相對美元來講 其實升值幅度都很高 那這個時間點 我懷疑是說 是不是美國財政部 目前的做法來講 他把匯率政策 當作是整體地言政治戰略的一部分 美國財政策 現在這不是兩個人